熊脚家与富二代多次互换身份 与心上人热吻 不成想却被千金未婚妻看到 引来无数麻烦 承天和太武的生日是同一天 生日当天 承天想阻止真太勇和父亲见面 无奈晚了一波 但奇怪的事 他和太勇并没有换回来 这时承天爸到来 母亲做了些吃的让他送来 承天和爸爸见面的瞬间 他和太勇换了回来 交换之后 承天立即飞奔去桥边 但没有找到卖金汤吃的老奶奶 反而偶遇了妈妈 妈妈正准备为他做年糕 祈祷他来年安康 太勇刚交换回来 爸爸便通知他准备分拆公司的决定 听完后太勇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太勇爸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已经换了个人 觉得太勇突然变得很奇怪 言语间不自觉会为穷人考虑 甚至还指责父亲手弹桌子的小动作 撑哒哒的声音让人感到心烦 太勇走出门外 很纳闷自己竟然破天荒的顶装了父亲 承天爸还未离开 太勇上前热心的帮他提东西 称呼他为伯父 还目送他离开 朱熹走在去承天家的路上 他每年都会来给承天过生日 在家门口 朱熹遇到回家的承天爸 承天爸热情邀请他进门 承天爸开门的时候 朱熹在身后看到门禁密码 他惊讶地发现 竟和太勇保险箱的密码一样 承天爸说这个密码是承天姐弟俩的生日 到过来 寒少有人知道 闻言 朱熹直觉不对劲 转身跑走 太勇去公司参加 交换前就定下来的紧急会议 公司门口正有大批股民 游行示威 要求补偿 太勇一到公司门口 就被扔鸡蛋 被打了一棍子 恍惚间脑海中闪过一些 撞到后脑勺的破碎画面 如真正在等太勇 一见对方 如真毫不犹豫地赏了太勇一巴掌 只问他为什么把自己丢在酒店 太勇一阵纳闷 自己从未和如真去过酒店呀 正说着又浮现了一些记忆 如真见状便明白了 眼前的人便回了真太勇 四川承天在家里 度过了温馨难忘的生日 他环顾四周 发现家人的衣服 家里的电器家具 等这么多年来都没换过 还是自己离开前的寒酸模样 看来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 家里过得并不好 承天内心愧疚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想要变回太勇 如真打了电话 和承天聊了几句 确认现在的情况 如真也在想着 怎样能让两人再交换回来 承天还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太勇和他父亲见面后 没有发生交换的结果 他和如真心中 都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太勇和爸爸 并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 如真一转身 发现朱熹站在身后 但如真不知道 刚刚那通电话 都被朱熹听到了 公司分拆的消息发布出去之后 股价大跌 太勇考虑到那些因此受损失的股民们 准备采取一些措施 高层们觉得没必要 遭到了太勇的批评 太勇称股民就是公司主人 他不能对这些人的利益 视而不见 与太勇相反的则是承天 虽然变货的求人 但还是保持着以前的思考方式 承天的朋友 今天也在股市中受到重创 承天非但不同情他 反而站在资本家的角度解释着 持有公司股份不代表就是公司的主人了 承天一副老板的傲慢口吻 朋友差点和打脑掰 今天后妈去探视弟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 自首入狱的弟弟在监狱里也不老实 正在对承天建立了公司下手 后妈见他一副不慌不忙胜券在握的样子 便明白过来一定是太勇爸在背后支持着他 原来弟弟自首也是太勇爸受益的 不久前弟弟和太勇爸发生过一次谈话 弟弟解释 案发当天他确实去找过朱熹爸 但他绝对没有杀人 太勇爸微微一笑 他早就知道弟弟不是凶手 但在美国那些人确实是被弟弟所杀 而且太勇爸还拿到了确切的证据 他以此为要挟 要求弟弟自首 认下杀害朱熹爸的罪名 之后他会想办法暗中运作 让他无罪释放 自从成天通过电话 如真就很好奇 太勇的亲生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找了个机会向太勇后妈发问 后妈回忆着 太勇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女人 和丈夫的朋友出轨 被发现后太勇爸不愿意离婚 最后他发疯死掉了 这一信心让如真明白 太勇有可能是母亲和外遇对象的孩子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太勇和父亲见面却没交换过来 与此同时 朱熹开着车去接成天 说着成天曾表达过想去海边的愿望 车子一路向着海边逝去 男人在海边度过了一段悠闲时光 但成天始终心不在焉 朱熹故意说起 之前和成天去树草旅行的事情 成天随意硬撑着 朱熹只觉得心中一片悲凉 因为他和成天从没去过树草 成天也从没提过想去海边 他故意试探 没想到如真电话里说的交换身份都是真的 但朱熹没有拆砖和成天在海边玩了一天 到游玩结束后 朱熹才告诉成天 自己已经知道了身份呼唤的事 成天一时无法接受甩开朱熹的手 独自冷静许久之后才回去找朱熹 他不懂为何朱熹知道一切 还是带自己来到海边 朱熹抱住成天说道 我想你了 闻言成天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情感 在波涛汹涌的海边亲吻了朱熹 此时成天爸照例去太永家送小菜 他发现那和画饼已不在远处 失望的嘀咕了两句 太永爸来到他身后 心知对方在找什么 两人借此机会坐下来聊天 成天爸对这套画笔的喜爱之情 溢于言表 太永爸当即决定送给他 成天爸觉得受之有愧 推辞再三之后 还是收下了礼物 成天爸美滋滋地抱着画笔准备离开 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这时太永爸突然放声大笑 他说贫穷不会传染 但富裕却会让人沉沦 太永爸指出 成天爸无法实现梦想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贫穷 他终究还是输给了钱 他还告诉成天爸 自己曾让成天来太永身边工作 成天听到后眼睛都亮了 成天也和他这个父亲一样 在钱的面前沉沦了 成天爸受了一番羞辱之后 放下画笔 安然离开 太永爸自以为 拆穿了一个穷人 假装清高的真面目 心里很痛快 可在旁偷听的后妈 觉得太永爸实在是卑鄙 太永爸似乎不明白 要不是因为钱 没人愿意跟在他身边 太永从朱熹的记者同事那边偶然得知 朱熹和成天一起去海边了 接着太永又把这消息告诉了如真 通知他自己不会和他结婚 文言如真拼命联系成天 却被对方忽略 得知成天几个朱熹出去玩了 他促意翻滚 成天和朱熹刚从海边回来 男人在车里互诉中场 朱熹觉得很神奇 即便是之前成天变成了太永 他好像也能认出成天来 情到农住两人又开始亲吻彼此 如真驱车地来找成天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成天回到家里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他心里清楚地知道 这个家承载的过去当中 有一部分并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太永 成天突然迷茫起来 他知道自己不是太永 但他也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成天 晚上他又思索着 要如何告诉父亲 自己不想和如真结婚的事 这时他不小心打翻了红酒 红色的液体在地上蔓延开 就像是鲜血一般 太永脑中突然浮现出 朱熹爸爸死亡当天 还有美国枪击案的犯人 是弟弟的记忆 太永想起来 那天他去找朱熹爸 朱熹爸说 太永爸是个擅长说谎的人 并打算告诉太永 一个关于他爸爸的秘密 太永不想听 仓皇逃走 但片刻后 太永因为好奇心的驱使 再次返回 只是这次回来 却不见朱熹爸的身影 最后太永发现 朱熹爸的时候 他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太永受到惊吓 跌坐在地上 后脑勺撞在了柜子上 又开始呼吸困难 渐渐晕了过去 昏迷前 他看到一个人走到面前 此人正是太永的父亲 与此同时 太永爸来到一个玻璃柜前 里面摆着一把金汤池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原来太永爸 也是金汤池的受益人 另一边朱熹想起自己曾和 卖金汤池的奶奶见过面 他约成天在那座桥边见面 按照金汤池的规则 却离成天最后一次选择父母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朱熹希望成天不要变回太永 但他还没说完 就停在了当场 过了会儿回过神来 眼里满是迷茫 他看着眼前的成天 叫出的名字却是太永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开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